打扮美美的出门啦 因为今天不用做饭哦 表妹的新房子装修好了 邀请我们去做一做 买点水果给小朋友吃 到家楼下啦 哥哥姐姐下来接了 走吧 表妹家的这套沙发还挺好看的 据说这套沙发 还有边上旁边这个餐桌 两样加起来还挺贵的 打完折以后要十万块钱 这个餐桌我也挺喜欢的 先外向你的房间 你看 你一个人睡不怕吗 不是 我是平常去奶奶和妈妈陪的 哦 我是爸爸陪的 我是有时候是爸爸 可是我也 他们家阳台看着去的视野 还挺不错的哦 没有遮挡 表妹说这是他们小区的楼王位置 不过他们买来的是二手的 这边已经不是新楼盘了 另外两个小朋友也到了 你做了什么 我抱笑虫子 我抱笑虫子啊 这是抱笑虫子里面的 还挺像 还给你 本来说是自己烧饭给我们吃的 结果中午他自己在家做了一个黄瓜炒蛋 已经是手忙脚乱的临时决定 还是去外面吃比较稳妥 晚上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饭店里的菜基本上都点了一遍 一会儿看一下猪姬这边的饭店烧菜是什么风格吧 我们先去包厢等着 另外几个老表要下班才能过来 人差不多到齐就上菜啦 这个是鸡爪烧猪铁 这个是红烧大肠 西施豆腐大家都不陌生吧 还有一个铁板牛仔骨 香肠蒸香芋南瓜 雪菜蒸黄鱼鱼鱼 猪姬这边特色糖醋混沌 蒸双臭 这个上面是梅腺菜梗 下面是臭豆腐 我还是更喜欢吃下面的臭豆腐 很好吃 可香了 很有爱吃的鸡翅 还有一个烤鱼 麻辣鱼 油麦菜 这个是番茄 牛杂 锅仔 这个味道还不错 然后是蒜蓉 铁板虾 这个是荷叶饼夹 梅干菜扣肉 吃一个 直接主食都不用吃了 这个臭鲑鱼锅仔还是很好吃的 我可喜欢吃臭鲑鱼了 这个是清蒸鱼鱼 很香 然后一个蒸蛋 螃蟹炒年糕 这个螃蟹是冰冻的 不好吃 这个是螺丝烧牛蛙 我之前也烧过 大家举个杯 因为祝愿表妹可以多买几套房 多请我们吃几顿饭 吃完饭 大家还是去表妹家聚聚 这一帮全部都是在一起打游戏 那边们在聊天